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家可以帮忙订阅哦 这一场球呢我们来讲的是阿根廷对澳大利亚 在讲这一场球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昨天下中了这个 卡麦隆对巴西1比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场球1比0是多少倍呢 21倍我直接中了21倍 还有买中卡麦隆对巴西的0比0 然后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昨天的四场球当中的一个情况 昨天四场球我只中了巴西这一场 还有巴西对卡麦隆的这一场0比0 中场0比0 还有这个整场的1比0啊 然后上面三场都输了 上面三场都输了 然后呢 上面三场都输了 有一个情况 就是 虽然是输 但是因为卡麦隆对巴西这一场球直接21倍 然后呢还买中 呃中场0比0 我昨天整个算下来我直接赢了 也是有6倍那样子啊 有6倍那样子 ok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昨天的其他三个场次输的原因 第一个是 韩国对葡萄牙的 韩国对葡萄牙这个我跟大家说过啊 他这个场这个盘呢 开了就基本上跟那个法国对突尼是一样 还有啊巴西对 开麦隆是一样的盘 这这三这三个场次的这种盘呢 我直接都会推荐 1比0 0比0 0比1啊 具体的原因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之前的一些讲解啊 就是巴西葡萄牙还有法国 他们都基本上已经出现了 他不需要认真去踢的 所以这场球其实葡萄牙呢 不应该上西罗还有阻力 就上一些替补去踢就可以了 可能结果更好 啊这场球因为他有不可控因素 所以就预设错了啊 然后呢这个西班牙这里呢 我是推1比1 但是他开的是2比1 2比1他有个情况 啊西班牙是 西班牙是上一天的上一天的 然后他是开的是2比1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很有争议的那个进球 就是日本那个球完全已经出边界了 啊 完全已经出边界了 这一届世界杯很奇怪 就是说你的VR裁判呢 啊在这种球上明明显就已经出边界了 然后呢他判这个进球有效 对吧 但是在一些比如说梅西的那个点球 被那个啊球门打到脸的那个点球呢 啊在场的4个裁判都觉得 应该是不会造成点球 但是VR裁判呢又把这种点球 啊这种情况呢建议去点球 所以今年的这个VR裁判呢 有很多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啊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 啊 加纳对乌拉圭了 加纳对乌拉圭这边我们是预测这个加纳能赢的 因为在三两场的表现当中 能看出加纳是有能力战胜乌拉圭的 甚至他打平就可以出现了 所以就没有想到卡 呃 加纳是没有进球这个情况啊 这个也是预测错了 但是整体的话呢 啊 我在预测这个 这三场球 这三四场球的这个逻辑呢 你们可以去听一下 就跟着这个逻辑去判断 你最终要怎么样下那个下注 如果真的有买球的的朋友啊 那么下注一定是通过自己的个人意志的啊 你不要听谁说了之后啊 你就去怎么样下注 然后你去啊 怎么说呢 你你赢钱了 你不会分给他 那你输钱你也不用怪他 对吧 所以就我我的话呢 我其实没有啊 建议怎么买 我只是推测我自己的 呃 我买的 我会直接推测出来 至于你们要不要决定呢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对吧 OK 那这场球我们讲的是阿根廷对澳大利亚的 阿根廷呢 其实很冤枉 他是一个很强的 很强的那个球队 对吧 那么他第一场对沙特阿拉伯其实很冤枉 因为他都被他打梦了 不知道怎么打好 整个节奏都错了 因为他呃 有10次的这个阅位被被VR裁判判10次阅位 他阅位都在那个 微微豪之间的 有一些如果是说没有 今年的这个VR裁判的话 他他那上半场三个球也是算能能够有效的 所以就 所以就他被打梦了一下子这样 所以输给沙特阿拉伯 造成那个局势很被动 但实际上他是很强的啊 他现在应该能够适应他 今年世界杯的规则 应该已经能适应下来了 所以他在对阵澳大利亚这边的话呢 他还是能赢的哈 澳大利亚这边啊 虽然很努力 每一场都有进球 但是不足以去抗衡阿根廷对吧 所以呢我的预测是这场球阿根廷是 2比0 或者是2比1或者是3比1胜澳大利亚 中场 呃中场的话可以买0比0哈 推荐买0比0 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啊 就是如果是有买球的朋友呢 或者说是有参与讨论的朋友呢 一定要去看回我12月1号发的那条片 叫做赌球输钱的朋友请进来那条片 你才知道 呃我的推论是什么依据 我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参与讨论 这样子的话不会就是对我产生一些偏见啊 因为我我推测呢 是有可能某一场球输掉的 但是你总的话呢 呃如果跟着我的推测走的话呢 如果呃我觉得不会错哈 我自己的话我是有小赢不会错 啊一直会赢往往赢的方向 慢慢的去前进这样子 啊因为我我那条片主要讲的是 呃你的鸡蛋要放在多个篮子里面 主要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多一点讨论没有关系的 然后多多包含